一陣子很流行改地標嘛 例如說 我在台北到台南的高鐵上 對…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也要幫我自己家設一個地標 然後我就在Google上面設計一個 那個帥哥溫馨的家 你把它弄成官方的 對 所以別人也可以標 自己在帥哥溫馨的家 就如果附近有經過我家的朋友 可以再打卡 他們也可以 經過帥哥溫馨的家 他們也可以一起在帥哥溫馨的家 打卡這樣 我應該要去打卡的 你知道 因為這一張跟我有一點關係 這是2013年我生日那一天 你發的文 8月15 8月15 對 我當年23歲 然後關曉雯正在劈著棉被 模仿沈玉琳 所以2013這個等於10年前 對 10年前 然後身為一個名人 然後結果按讚數83位 這是私人的吧 當時 對 當時是私人的 對…沒什麼人看 在帥哥溫馨的家 沒有 我以前每一篇都一定要有地標 因為這樣我比較好找 我只要搜尋那個地標 就可以找到我一系列的 然後只要有朋友來我家 我就會幫他標注在帥哥溫馨的家 我就可以找到他們也有來過我家 現在還有這個表情會有 剛剛那一張有沒有 我們先看他後面 按讚83位 這張33 有得最終啦 越來越少了… 妳這個真的是 沒有 我跟妳講 以前就是很喜歡無病聲音 貼很多歌詞在那個形形上 對 然後我就會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就會把我現在聽的歌 就全部寫下了 我現在可以唸出來我們聽聽看 好久不見 成熟不是心變老 是累在打轉還能微笑 這是歌詞 這是那個張曉涵的某一首歌詞 對 然後 然後將每個故事化為驚豔 告訴自己要繼續勇往直前 抄歌詞OK 像我有一個台商他在越南 經商嘛 他用我無力的聲音寫來 給他那個越南的女朋友歌詞 在這個美女的城市 心裡面想的都是妳 心甘理想的美詞 後來他嫁給他了 變成台灣的媳婦 嫁到台灣來 來上節目他說 憲哥 我後來才知道 我老公寫的情詩 都是妳的歌詞 妳就是他的真愛 就坐在那個位置 歌詞寫的耶 對 我記得… 他應該嫁給妳才對 不 她一直要來跟我要一個公道 都是妳害的啦 太影片了 以為她文筆很好 太可怕… 再來… 好好笑喔 再來… 我覺得好像是 我小時候好像覺得自己 真的滿帥的 徐乃琳耶 你以前是好看的耶 帥的耶 什麼叫以前是好看的 好帥喔 對不起 我以前在那個補習班當導師 我都會上台講話 所以我每天臉書都會寫一大堆 罵學生 罵家長 然後還有今天發生哪些事情這樣子 好可愛耶 然後只要學生去補課 因為他們只要有缺課 去補那種DVD的課 他們就會看到我的影片 在台上講話講半小時這樣子 然後因為後來在補習班打工 就越吃越多越來越胖 所以這個是我2017 在回顧前幾年的照片 噁心的是什麼… 為什麼去年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看起來還是個小帥哥 對 這還自己寫的 但後面有字 他有字吵 真是幾米大幾寸 水腫一年就不是水腫了 這代表是真的腫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會認同你 就獲得了135個讚 個讚 後來好像朋友有多多這樣 你這幾年的變化真的很大 但是我覺得就是很豐富 沒有變好 一切變好對不對 來… 然後後來就是真 也是在補習班的照片了這張 然後是真的變胖了 你在教什麼 我是在管他們要不要報名下學期 班導師 對 我們是一個英文補習班 然後我以前就會把一些 心情都寫在上面 比如說謝謝今天出現的每雙手 不熟悉的班級 熟悉的伙伴 到底是哪一雙手 哪一雙手 對 大家講 不需要當一直發號施令的人 但是必須成為可以發號施令的人 對 有差嗎 對… 以前講了什麼 葉子的離開是瘋的追求 還是樹的不挽留 對… 超丟臉的 超丟臉 我本來不知道會那麼丟臉 這個很丟臉… 還自己稱自己小小小小文哥 因為後來會有 上面有很多新的工讀生 所以他們都會叫你哥 姐 所以就他們都叫我小文哥 所以那時候是像什麼 助教的角色嗎 後來當到總導師了 就上面有一批工讀生 要聽我講話的那種 真的喔 對 而且是大三的時候 那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管很多小朋友的意思 對… 不錯…9年10年變化 你看現在已經是藝人了 等一下這個結束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要刪掉那個臉書 對… 我們工作人員為了要找我們臉書 加了我們的好友 他已經看完我20年所有的事情 對… 翻到不行 很害羞耶 超害羞的 還是別人找的 對 你只好自己承認了 對啊 這還只是9年10年 更前面那可怕 對 不行… 好 恭喜 厲害了 來 謝謝 來 使命人 來 下面一位 來 誰… 阿Ben來了… 阿Ben… 阿Ben也是很猛啊 因為棒棒堂 其實真的就記錄太多東西 沒錯… 棒堂跟黑社會都是 我覺得我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今天分享不是那種醜的 就是我如果是那種很多醜照 那個網路上搜尋很多這樣 OK… 我今天是那個回顧以後就發現 那個時候的舉動很丟臉 舉動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以前像我早期國高中 那個年代我們流行的自拍 就像那個瑤瑤剛剛拍的 對 45度角 45度角 然後拍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的臉 也是走流行路線的 就是傑尼斯那時候 流行路線 流行路線 那時候很多人搭訕耶 可是到這個時期你知道怎麼了嗎 怎麼了 到這個時期的時候 寒風開始流行了 所以我的臉過氣之外 我就想說我社交媒體經營 我一定要跟上 那時候就不流行那種大頭貼的拍法 流行很自然的拍法 自然的 自然的假拍 所以這一系列就是 很像我朋友幫我拍照的啦 然後在吃飯的啦 或者是像這個拍照的 穿搭桿 穿搭桿 朋友幫我拍的 然後或者是這個好像吃飯 不經意很自然的 看旁邊… 看旁邊 假裝走路 騎摩托車 然後被朋友偷拍 你朋友很會拍耶 或者是像這個就是 很意境朋友幫我拍的 全部都是我一個人拍的 沒有…像剛這一張 它的意思是什麼 你是住北京啊 我那時候在北京工作 一個朋友都沒有 那時候下班之後我就自己去拍 然後就自己在吃飯的時候 就假裝說好像有朋友 朋友幫我拍照 所以我就不會看鏡頭 然後就手機擺前面 就321的時候就這樣看旁邊 好悲傷喔 但是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練就… 練就很厲害的實力 我那時候可以這樣隨便拍這樣 就是你知道沒有自拍器的時候 你就鞋子拿下來 超明顯這樣 對 那個時候沒有自拍棒耶 沒有…然後你就倒數3秒 然後你這隻腳怎麼辦 這隻腳怎麼辦 你就這樣子 然後穿搭風這樣 搭風 然後也還可以蹲下喔 蹲下來沒問題 你就可以這樣 真的耶 而且拍得很正耶 畫面裡好像是真的別人幫你拍 所以你騎摩托車也這樣 對 所以你剛剛騎摩托車那一張 你是沒有穿鞋子的 我跟你說 騎摩托車這一張 就是另外一雙腳 然後他在這裡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這樣騎摩托車 營造一個我人緣很好的錯覺 感覺有朋友幫你拍的這樣 這是滿丟臉的 然後你就吃飯時間 到了飯店特別想家 很悲傷啦 然後說喔耶 還有熊陪吃飯 這隻熊 熊也是店家的吧 然後還真有人回應一下 西餐真的不好找 就是真正人也在當地的朋友 因為北京是當地的食物很多 可是我很喜歡吃那種什麼沙拉 三明治什麼的 北京比較少一點的 還有人問他住哪兒 對 就是他會關心我 然後還關心我 我這幾天也在北京 還是這就是你自己小號… 對 他是私人的狀況 這個算是留言 留言都是假的 這算是討拍成功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經營的人 每一位留言他都回答 對 因為只有14位 真的 其實是只有7位 他回了… 所以有14個留言 真的 大家都這樣子 我到 Until No 都現在還是這樣 我留言看起來好像100個 可是其實有50個做回的 我知道每一個都說真的 哈哈 謝謝 對… 好日子 這樣這麼簡單 然後中間有1300耶 然後一個意境這樣子 一個意境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比較新了 所以那時候人數多一點了 可是這個應該算朋友 不是 這是粉絲 這是公開的啦 這是粉絲專業公開的 對… 比較合理了 對 這應該寫一點比較有內容啦 有芭蕉樹嘛 種了芭蕉想 願芭蕉 不種芭蕉想芭蕉 你這個內容就有出來了 好日子 拜託人 沒有圖文不 準備要投胎啊 好日子 我文青的那一面 就是展露在我私人的臉書裡 好 我們來看他私人的有多文青 因為我這個人真的是文青 剛剛不是有講到一些什麼落葉什麼 對 我這個人就是 如果我要講感情的事情 我就很怕被大家發現 我就會說 今天的天空不是藍 是我的憂鬱 好厲害喔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這些我們都遭遇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中文字幕公司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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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